慈濟在亞洲來看其他國家消息 尼泊爾加德滿都最近 也是下了暴雨釀成慘重災情 市政府發言人聯絡了慈濟 希望能夠為遭遇土崩的災民送上物資 連續兩個地方的發放 關懷將近20戶家庭 尼泊爾暴雨首都加德滿都 頻傳災情 急需民間救援單位投入 市政府主動求助慈濟 29號早上的時候 我們接到市政府的發言人 一個請求的電話 他講說那在住那邊 他們發生了 我們就馬上路開車 提供的災機器 依據里長助理提供的物資名單 在市區完成採購 立即前往災區 但考量安危 決定在鄰近的銀昌谷學校 進行發放 不過大貨車開不進校區 大家發揮螞蟻雄兵之力 合力將物資搬到學校 而這一路狀況多 時間卻緊急 但依舊堅持要尊重受災居民的感受 整齊擺放物資 彎腰親手奉上 這場土崩造成了兩戶人家傷亡 志工也在發放現場啟動慕心慕愛 我們真正發放的是19戶 一個先生已經往生了 就是土放的時候就往生了 那另外一個是市內 所以那兩戶家庭都沒有出息 這個發放的意思 那個當下我相信 這兩個家庭是最可能的 在這樣的一個災難當中 你要怎麼樣的讓大家心比較平靜 那小型情大善的當中 就是可以告訴大家做好事 好人好事的這樣的情況 面對無情的災難 關懷互助會是最溫暖的力量 大家新聞正在美志工 邱敬毅 李立新 尼波報導 請你諮GG 好想嗎 補佛 補佛 提供 忘了